挑戰月入3萬 創業10萬 快來報名阿團徵選 Let's go 那團長你現在覺得 西餐廳有看頭嗎 因為你做餐飲 第一個你要把自己會 你要把人找到會的人 口味好不好吃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 那再來就是服務 拍什麼抖音啊 或Tiktok啊 或者是短視頻啊 我也許能獲取流量 可是流量我告訴大家 流量是意思 你最終做吃的 能夠鎖住客戶的 一定是你的口味 我覺得資金 第一個很簡單 你要把去借 什麼好友或銀行 眾籌你就要想一個商業模式 怎麼樣讓顧客或消費者 然後他又有什麼好處 感覺也是小股東 又可以帶朋友來吃飯 自己來吃飯還有便宜 我覺得你就要設計一個 這樣子一個利他的一個模式 讓消費者也成為你的小股東 我覺得這樣你就解決 你自己的問題 你的流量做得不錯的話 我建議你就不要開太多的腦 因為熱鬧的地方很貴 但是一定要好停車 酒香不怕巷子三 有錢的情況下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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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都是低段最重要 做生意 一定要懂得 做生意的商業底層邏輯 如果你不懂邏輯的 你可以常常關注我的頻道 我會告訴大家 做生意一些基本的商業邏輯 關注阿團甄選 創業路上 與阿團一起成長 加油